今天走那個彎的腳筋 再過去了 好 前進 駕訓班學開車 通過筆試錄考 就能考取駕照 但議員調查 全台恐怕有數十萬人不知道 自己的駕照已經被註銷 結果等到發生車禍意外 才驚覺自己駕照沒了 不僅保險用不了 還要賠更多 駕照被吊銷的情況下 保養公司一般在強姿鞋上面 會理賠 但他會像男生去做代位求查的部分 但是有些部分人要小心 他是不會理賠 譬如說第三責任是 要是造成傷亡 還會涉及刑責 但無罩打官司 將更為不利 法院到最後在量刑上的時候 都以併作為參考 汽車駕駛驚呼一聲 趕緊踩住剎車 因為對向車道 一輛機車突然撞上分隔島 騎士直接噴飛 倒在馬路上 無罩騎車 結果自撞量貨 不過你要開什麼答案 冷靜一點 你要開什麼答案 冷靜一點 希望你不要開車 你是無罩駕駛 你要開什麼答案 還有男子無罩開車被抓包還嗆緊 只要被查到 汽機車都會吃上六千道 一萬二罰環 但要是跟朋友借車造成事故 還被發現無罩駕車 朋友也可能連帶被罰 其實只要到監力帳網站 就能查到駕照現況 如果顯示易處進駐 代表駕照沒了 平時得多加確認 以免發生意外 才發覺自己無罩 下場可救 慘兮兮 這就這樣明顯 台北蒼保島